小董真心話 各位朋友 天氣持續的不錯 可以講這種天氣 就叫春光明媚 但是還是要注意 過兩天又要冷了 所以要把握當下 那當然現在最 燒話題的新聞 昨天我在節目上講過 凱開的新聞 一條生命 一連十個月 被內袋而死 現在大家講 怎麼這樣 大家記得蔡英文 剛上任的時候 小燈泡被殺 蔡英文寫了一封 卡片給小燈泡 放在他的零錢 寫什麼呢 小燈泡 這個社會上 有很多破洞 阿姨會 為你把破洞補起來 這個就是首會 社會 安全網的 一個爛商啊 各位 蔡英文要卸任了 有嗎 你說 小董 這凱開是個個案 怎麼會是個案 不是個案啊 怎麼會是個案 民進黨處理事情喔 他其實就想看我能不能甩 我能不能甩鍋 這民進黨的 的一個一貫的手法 民進黨是個垃圾 下山爛 不要臉的出生黨 他執政只為了撈錢 所以你看 碰到凱凱 喔 很多人就就就開始講 你看 發生在台北市 今天 我剛剛看了 台北市的社會局長 接受訪問 喔 怎麼樣 好像要給台北市 他會有個地點在台北市 但是這個地點不是負責的地點 各位 這個是衛福部委託 兒童福利聯盟 大家知道吧 兒童福利聯盟 這是我過去採訪 我對他印象也不錯 我也幫他寫過 讓他們兜了很多款項 我老實講 我們在做 做事情不會想過什麼啦 對不對 他也不會請你吃飯送你 什麼 完全不會嘛 怎麼會 我們就覺得說 很多小孩子需要幫忙 那時候大概30年前 我那時候還在聯絡報 我那時候 負責一個版面 又編 又採訪 這很難得的經驗 然後我就講說 兒童聯盟 那時候國民黨有個形象很不錯的立委 叫做林志佳 林志佳現在 現在當然是投校立營勝利啊 他在立法院民進黨執政這8年 在立法院執政這8年 當了8年秘書長 秘書長是特任官啊 各位領多少錢 大家就可想而知嘛 林志佳 那時候 那我們覺得他形象不錯 他有個挖挖臉嘛 然後去採訪 在鎮江街那裡 我不知道介紹兒屋聯盟啊 因為我昨天才發現說 這單位那麼有錢 財產幾十億 難以想像啊 我們社會的資源很不平均 但是我也不是要講這一塊 我要講說民進黨的處理態度 不意像這樣 衛武部接到這個小孩沒有父母 那怎麼辦 他就委託兒屋聯盟 兒屋聯盟就去找保母 合格的保母 那保母他考上了 他考上你 就從考上的名冊裡面去找 然後就去保母家 為了社工研究會去看 看一看 好 他又有照 家裡也不錯 還有個妹妹 對不對 如果姊姊突然有什麼事情 妹妹可以幫忙照顧一下 或怎麼樣 姊姊叫劉彩馨 那妹妹呢 妹妹 叫劉洛玲啊 那各位 各位我講這個 當然不是有特別的什麼 但是今天要講的就是 民進黨的處理態度 那他這種處理態度 什麼都沒辦法做了 為什麼沒辦法做 因為下來 他變成他只要推 然後因為台灣媒體 百分之九十以上挺他嘛 那這個挺下來以後 你變成社會上說 都認為說都是國民黨的責任啊 但是我們社會要了解 我們現在是民進黨責任啊 可是我們在媒體上面 所有責任都在推給國民黨 國民黨不執政已經八年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台灣現在 最大的亂象 這個亂象 它在哪裡呢 在於媒體 在於司法 所以它已經變成很難很難去 你講不夠他 他有多數的媒體啊 那請問什麼叫執政 執政就是 政策我在推動 預算我錢拿 然後我負完全責任嘛 我們今天台灣社會不是這樣 因為台灣是一個無恥的社會 是一個忘恩負義恩將仇報 是非不明的社會嘛 那今天這個案子 為何不把他委託給社會 俄武聯盟俄武聯盟去找了 這對這個 那大家今天可以看到了 所以 劉洛玲 然後 他們兩個啊 跟他姐姐 已經被 大家 今天看出了 他們原來 是內英的 一個殺手 可是 各位朋友 你今天看 民進黨團也開記者會 很多人都被採訪了 然後都在講這個事情 我要講 他的道理在哪裡 你們都忘了嗎 現在3月13啊 12月 有個郭忠生殺了 郭忠生殺死耶 因為他是人家的乾哥哥 他認為他的乾妹妹 被那個男生 欺負了 乾妹妹跟他訴苦 那個人 他就 帶著胡椒標 去 在學校就把他殺了 各位 我講這個都很殘忍了 殺十刀 還不是一刀 有一刀割斷脖子 那就死了 那時候選幾千啊 媒體寫 哇大家講 哇民進黨又講 我們會怎麼樣怎麼樣 那現在呢 些三頁啊 這是個案嗎 這不是個案啊 各位 我今天講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件接一件發生 但是我們整個社會是個共犯啊 大家都裝好人出來講 哎呀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你們最沒資格講話 欸我們應該喔 怎麼樣 大家應該基本 不用 你看民進黨怎麼處理 民進黨就是大家 喔對不對 就是台灣能讓他執政的黨啊 他不用負責任啊 民進黨哪要負責任 都怪國民黨啊 又發生在台北市啊 是啊 都發生在台北市啊 政 那個保姆的政兆也是台北市發的啊 是啊 哎呀 今天有個公務人員貪污 我們要不要 我們要不要怪考試驗啊 考試驗你怎麼錄取他啊 啊他考過分數 我們請教授來批改 他的分數我們就發照給他 我們考試驗負責這一部分 啊他品格這麼差 你為什麼發給他 啊這個扯得完嗎 各位朋友 現在民進黨就在搞這一套啊 每個地方政府都可以發照 啊他考過了 他比試夠了啊 你知道他心 心胸 心胸 非常凶狠 他心胸凶狠 我怎麼會知道啊 各位我今天講這個平常的事情 你可以看民進黨 可以把整個事情弄到 來到最後 他先各黨有十大阪 先推卸責任 各黨有十大阪 然後推到後 然後大家就模糊了 這個事情百分之百是中央要負責任啊 大家發生的地點在台北市啊 對不對 上個禮拜總統府有個憲兵自殺 各位不要自殺 你要打1925 1995 憲兵在總統府自殺 總統府在台北 講完他要負責 講完他要負責啊 憲兵為什麼要自殺 你們都沒有胡打啊 各位講得過去嗎 今天民進黨就在搞這個手法 憲兵在總統府 總統府在台北市 台北市長該負責 可以這樣嗎 我們今天台灣的示威不明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媒體一 一窩蜂的這樣 這幾天大家 每個人都大概都接觸到了 蘇丹宏 你看自由時報怎麼寫 哇 來自中國大陸 你看 後來現在不講話了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賣的那個人 就是台灣人啊 對不對 他開了那家店 在中國大陸開了這家店 叫龍海銅記啊 他在台灣也開了一家龍海銅記 各位上網啊 龍灰鳳梧的龍 海上的海 大銅的銅 日記就是請各位上網 1997年民國86人就在大陸開了 他在大陸收購 各種東西然後什麼 然後就他在大陸就這家公司 賣到台灣 台灣同一個住址有10家公司 請問各位朋友 你不是有十安五環嗎 你不是有大數據嗎 你任何機構一看 為什麼同一個住址裡面有10家公司 都在賣同樣的東西 各位 那這家公司 這家進口了被查到了 換另外一家名字 再一直查 進口都是這家 等於說他找一些親戚朋友掛名 掛了10家公司 對不對 都掛在他的 台灣的這家公司 那 這種 這種花招 它是一個常識 任何人一看就知道是有問題嘛 不管他叫嘉廣 叫金茂 或叫初衣食物 我講的都是他的公司的名字 或者叫廣言 叫結展 叫一季 叫頂季 或者叫海順 或叫虎山 他的名稱 其實都是一個老闆 大陸一個老闆 這裡10家公司 同樣是一個老闆 從那邊進來賣的 我們今天政府在推啊 我們不是在推 啊大陸了 大陸 大陸那是台商啊 台商去大陸 採購了這東西 印到台灣來 就是蘇丹宏啊 各位 你今天看到民進黨的卑劣手法 就在哪 他第一個想到就是人推 我執政 錢我錢哪 所有好的工作就是 全部我們佔領 對不對 兩個人去 美國開會 機票就 一個 其中一個人機票就17萬啊 各位你做太空收嗎 我們今天看到民進黨政府這樣 他為什麼敢這樣 因為無恥的台灣人在縱容他啊 今天台灣發生什麼事情大家都 都很憤怒 他們是沒有資格憤怒的 他憤怒什麼 我才有資格憤怒啊 我早就知道這些人的貨色 啊你們得早知道 啊每個人都假裝 哎呀凱凱好可憐喔 凱凱是你殺的啊 各位朋友 是誰殺了凱凱 就台灣社會殺了凱凱 因為他縱容啊 他一直縱容 我們台灣社會一直 一直 一直知道他是壞蛋嘛 知道蔡英文在騙嘛 小燈泡喔 這個社會上有很多破洞 阿姨會替你把破洞補起來 沒有啊 你沒有補起來洞越來越大啊 對不對 國中生也被殺了 兩歲不到的凱凱也被殺了 那他就是一個這樣的氛圍啊 你說好可惡喔 啊國中生被殺的時候 社會上在討論 哎呀應該 怎麼可以會死 會死就是民進黨在做的啊 你們每個人都知道 啊你們票投給民進黨 然後再說 欸你們反對會死 你你在講鬼話啊 你實在太殘忍了 你們都殺了凱凱 今天還假裝無辜啊 你說不是我殺的 你間接殺的 怎麼不是你 你們就是造成了這樣的氛圍啊 對不對 然後每天講喔 誰誰誰 我怎麼可以這樣 是啊 很奇怪台灣民意80% 主張要有死刑 民進黨不執行 然後台灣人來拼命投票給民進黨 台灣人都心裡變態嘛 對不對 嘴巴在講好聽了嘛 每個人都裝作自己是聖人 其實每個人都是兇手啊 不是嗎 小董也是啊 我是自產 我的力量 內產輕易我的力量不夠 我沒有號召更多人來反對民進黨 我老實講 我最羞愧的就是 我沒辦法反對 因為他不是打架的時代啊 小董一個打十個 打兩千三百萬人我都打 可是他不能改掉選舉的結果啊 對不對 選舉結果就是民進黨贏啊 民進黨贏他就 贏的錢拿嘛 所有的 你們繳的錢 繳的預算 全部我在用嘛 我要用什麼人是我的事嘛 對不對 我要用一個糖貨啊 我要 用謝瑞妍啊 我要用管碧零啊 對不對 我要提名 王定宜啊 林楚音啊 你們看得不爽又怎麼樣 是啊 各位就這樣 贏著錢啊 你們就給他贏啊 我們今天社會就變這樣 這是個扭曲的社會 大家講 開開浪很多人 錢頭都硬了 都很生氣 你生氣你自己不爭氣啊 小董怪自己不爭氣 因為我的力量不夠啊 我號召 大家 去做一件事情的力量不夠 我想說 如果今天是一場戰爭 我槍拿著我 跑第一個 對不對 我就幹掉誰 幹掉誰 反正我是 知名的 神槍手嘛 大家知道我的步槍非常準 百花百中 可是有用嗎 沒有用啊 時代不一樣啊 小董你有步槍 神槍手有用 像無人機 你自己週天在節目上也這樣講 沒有錯啊 時代不一樣啊 我有我的 我的勇氣 沒有用啊 時代不一樣 你看不到敵人啊 你槍法再準又怎麼樣 人家無人機打來了 導彈打來 你都看不到敵人 你就死了啊 沒有錯啊 各位我們就是一個這樣的時代 很多東西都是 都是一個 在流動 可是他沒有一個具體 你看到的一個敵人的影子 對不對 台灣現在最大敵人是誰 民進黨 民進黨操縱是什麼 媒體網絡 你打不贏他 你打不贏他 因為他有錢 他可以掌控啊 他為什麼要 這麼死心他一定要找唐鳳 因為他們有很多本事啊 他可以限流啊 他可以養很多網金在數位部啊 我那天碰到喜曉鑫 喜曉鑫說 很多在罵我的人 其他這些人都在數位部 因為他也掌握了 你知道嗎 那些網金每天就修理他 怎麼樣怎麼樣 他修理他 你的王子 這些人修理他很久了 他只是默不吭聲啊 那他後來一查發現 這些是衛福部 社福部 哦 數位部的員工啊 我們政府用政府的錢 養一堆網金 在數位部裡面 招踏監督政府的民意代表 或者去修理其他 罵政府 監督政府的媒體人 民進黨為什麼我罵他是一個畜生黨 他們說 欸 喜曉鑫 以偏拜 蓋錢 你去找他去對職啊 因為他哪裡有名單啊 我告訴你啊 民進黨的憋裂已經超過你想像了 民進黨這個垃圾下山爛已經 毀以首次到一個人可以這樣不要臉 沒有錯 民進黨的目的只有一個 只要我執政 所有錢都是我在用 所有的殺手 駭客 網金都是我在用 我用國家的錢 來養這些人 去打擊 對不對 我去打擊所有的 監督我的 不管是媒體 在野黨 名嘴 或者民代 民黨就是這樣 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講一個 令人滑指的一個 兒童被殺 事件 大家覺得說 哇 太氣了 我們今天 到底有沒有辦法去 把這個把它改回來 其實喔 每個人都很氣啊 但我們的氣就是幾天啊 劉彩仙 劉露玲 他講說阿阿阿阿怎麼辦 沒辦法 你現在把它收壓把它槍斃 也沒用啊 對不對 劉彩仙 劉露玲 是啊 昨天喔 很多朋友在節目啊 大家談起來都是非常分開 那你分開要怎麼樣 這當然 大家知道當社工是非常辛苦的 那這件事情社工當然是有舒適的 因為你要隨直去訪查嘛 你訪查他用很多的借口跟你支開 你就沒有說你就鬆懈了嘛 就是說阿但今天小孩子怎樣 你明天每天都有理由的话 这个表示他是有问题 他不能让你看到这个小孩子 又潜上衣青乌 对不对 他一定是这样嘛 你要继续访查 结果等他死了以后发现 连牙齿都被打断 我讲的小孩子是多大 一年十个月 有人说那指甲都拔掉了 十个指甲都拔掉了 这个不知是真是假 但你听了都很残忍 你光看那个 那个指头多小啊 对不对 一年十个月的指头比筷子还小 怎么去拔牙 拔他的指甲 这个不是畜生是什么 各位你就难以想象啊 怎么会有人是 是这种心态 就是难以想象啊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当然现在 因为一个小小生命的流失 大家都有感觉啊 大家记得那时候 欧洲的难民 接踵而来啊 很多人就坐着船 偷偷要来 结果船翻了 死了 有一个小孩 小婴儿啊 死了又 被海水 这样慢慢飘到岸边啊 然后有记者就拍到一个婴儿 死了在那里 然后全世界看到这张照片 很多人眼泪都掉下来 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说 那个移民政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讨论完了以后 继续封杀移民啊 不是吗 全世界的移民都从哪里来 第一个 利比亚内战 因为美国把利比亚的 格达会 用飞弹把它打死 他本来可以镇住了这七大部落 结果七大部落就内乱了 各打各的 本来有个老大 今天你把他打死了 大家都要做老大就开始打了 老百姓就大逃亡 从坐着船到地中海 想到意大利 到欧洲嘛 比较近 地中海比较小嘛 这是其中之一啊 第二个是西利亚 美国去轰炸西利亚 西利亚很多石油 美国假装说 你的总统不民主 这个总统是一个眼科医生啊 就把他 然后叫阿塞德 然后就把他打 打一打 美国就占领了 一部分说我要跟 叛军跟政府对抗 我要支持叛军 游击队 然后美国就开始开采他的石油 美国是全世界最下流的畜生啊 他 我要主持争议 你主持争议 你去开采人家石油啊 因为他有石油啊 那第三个 这些百万 几百万的 西利亚人就开始往欧洲跑 因为他可以走路就可以到了 他没有中间没有 河流没有大海啊 所以欧洲各国就哇 欧洲的难民 百分之八九十都从西利亚来 每个国家几十万 怎么办 德国有一百多万 他们就逼德国的 全世界民调最高的 最后支持的 德国总理就下台了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换一个叫萧之了 然后各国 各国的 各国的 嫌疾啊 就变成右派的人就当选 右派的主张 会当选只有一个原因 我们要自己顾好 不要让那些移民 难民 来破坏我们的生活 每个人要很自私 各位 这就是我们现在 整个世界的情况 谁造成的 都是美国啊 那现在难民更多 是从乌克兰来啊 怎么办 更多乌克兰 他一千万的人往外跑 各位你怎么办 他现在就这样 全世界的乱 就是美国 还有他那些附属的组织 附属的国家 包括台湾啊 大家都在唱歌啊 我讲东西 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把很复杂的国际问题 用很简单的讲给各位听 大家好 你们去流水 好 谢谢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有什么行程 我等一下两点要去上 TVPS的新闻大白话 谢谢 56台 谢谢 那我们今天从宋炳荣开始 是 谢谢 炳荣来了 谢谢宋炳荣 非常感谢炳荣 还有道阳 谢谢道阳 给我们赌内 董哥好文 是 那 我那时候讲 访客纲啊 其实 我那文章都几年前写了 那道阳很认真都把它找出来 其实今天看来你还可以知道那个情况 谢谢 非常感谢 道阳再次抖内 我有一篇文章 2005年的联屋会 那时候因为小董 其实是一个采访的记者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谢谢 非常感谢 道阳再次的抖内 因为三次抖内 他用真人报 真人报写了我一篇文章 小董认为大陆对台湾 处处让利 台湾水口可以消大陆 大陆水口不能卖台湾 没有错 这我在节目上常讲 谢谢 他其实就是一个不对等 那民进党吃了好处 然后每天还骂人家 就是他现在我们碰到 就是一个扭曲的社会 好 柯小姐 柯小姐 菲利宾的柯小姐 非常感谢 柯小姐感谢我们的那个 好友 那道阳 有再次的抖内 他也是引出真人报 那则小董在讲那个李星导演 李星导演 台湾的国宝 那他过世的 我有写了 有讨论的一个文章 谢谢 三字幕 感谢三字幕 非常感谢三字幕 还有何仙仙 谢谢仙仙 说董哥要喝水 谢谢昭仪 吴昭仪 我们的好友 谢谢昭仪 新竹来的 艾力科斯 谢谢艾力科斯 给我一张好看的图 谢谢 艾力科斯 感谢 好 我们要准备回现场哦 是 欢迎 小董 真心话 我有时候 哦 讲很多新闻哦 真的是 很感慨 当然就脱口而出 就开始骂人了 很多朋友讲 骂得好 骂得好 哦 骂得好啊 哦 我昨天讲周楚楚三害 那一部电影 哦 很多人都哦 是是周楚楚三害 又想起 的故事了嘛 对不对 其实我们小时候 有一些教义 在教义他有个故事 你就会 从故事里面去引申 然后就发现说 因为你有故事就精彩嘛 对不对 有故事可能就有诚意嘛 哦 你就知道哦 原来是这样来的 没有错 这就是 我们在人生里面处处惊奇 但是这个惊奇是从哪里来 是从我们小时候受了教育 可能我们看了一部电影啊 对不对 或者 哦 一个 听人家讲的一个故事 或者电视台曾经演过一个联系剧啊 哦 你就 哦 那那种 那种感觉都是温馨的 你知道吗 就是温馨啊 那小时候村庄 村里只有茶奥店 有一台黑白电视 哇 吃饱饭 所有小孩子都跑去那边 自己带板凳 或者就坐在地上看 哦 看 看半个小时 父母说好 半个小时就回来写作业啊 哦 大家就去看 那茶奥店老板的儿子 或孙子 哦 就把他 搬出来 搬到镇中烟 小小的 电视14屏 哦 14寸 根本不到20寸 然后打开 大家在那边等哦 哦 开始 联系去先唱歌 哦 联系歌 然后大家陪着唱 哇 好快活 好快活哦 对不对 小孩都穿了短裤 哇 几十个人 哇 然后看 哇 看了 随着他的那个 就有人在说故事啊 各位 这就 不是 路由在写的 一个故事吗 路由说 哦 有一个 眼睛瞎的老汪 到各村各路 去讲故事 哦 哦 讲什么故事呢 哦 讲蔡中郎的故事啊 哦 蔡中郎 哦 他什么故事 蔡中郎 哦 那 当然啦 其实就是 他的女儿啊 哦 被嫁到匈奴啊 哦 那他里面有一些 凄惨的故事 大家听了都流眼泪 哦 这叫 哦 可是我今天 跟各位朋友讲 我们在台湾哦 其实大家能够这么 安和热力 过到现在七十几年 对台湾人来讲 因为台湾是无非无非的地方啊 但是对台湾人来讲 对台湾贡献最大的人是蒋介石 跟蒋经国父子 蒋介石 他把他挡住了嘛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 他要把金马台湾 把他解放 为什么解放不了 因为金门党在前面嘛 蒋介石的部队都是外省人 还有老百姓 都是金门人 就是外省的警队跟金门人 抵抗住了 那是民国三十八年 各位民国三十八年 十月二十五号 光复节的四周年啊 我们从日本光复 四年以后 这一战就很重要了 那在这一战以前叫做金门大劫啊 现在叫做古灵头大劫啊 因为古灵头是一个很重大的战场 但他上岸的时候不是在古灵头 那当然啦 金门很多老百姓死了 投入了啊 他参议了 他帮国金印弹药啊 很多人的家畜 年轻人都去帮忙了 就这样 蒋介石对台海局势 这个一战定下来的话就稳住了 共产党不死心 39年又发动 从金门旁边有个小岛 叫小金门 就是列宇 小金门旁边有两个小岛 叫大胆岛二胆岛 要先把大胆岛二胆岛占领 他们要派七百多个人来 这岛上只有两百多个人 怎么办 都是外省兵 怎么办 跟他对干 打一打打赢了 这场战役 叫做大二胆战争啊 他是一个营长 这个营长叫死恒风 恒 有恒的恒 死彦伦的死 风炎的风 他其实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因为淡尽延洁 人家把你围起来 人比你多 你怎么打 他是非常厉害的 非常勇敢的 每个人都抱着 必死的决心啊 结果要俘虏了 俘虏了一堆中国大陆的人 贡金啊 俘虏了一堆贡金 这是39年7月26号 这场战争讲的人比较少 因为他发生在两个小岛 可是他非常英勇 以寡极重 而且俘虏了一堆贡金 那当然最有名的 有台湾的兵参议的 有金门老百姓参议的 还有 各种 最主要还是外省的军队 那那时候在哪里打 在金门 民国47年 38年 39年 47年 三场战役 那就是823炮战了 对不对 炮战里没有看到敌人啊 就像我讲 以前的炮是比较差的炮 可是他可以打到金门啊 现在是导弹 导弹厉害了 对不对 那以前不是啊 可是以前的皇子很脆弱 碉堡很脆弱啊 所以就开始打 823炮战就打了 这三个地方都在金门啊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打过战的人才知道 我们不想打仗 因为我随时都在害怕 你说我不怕 你不怕 你不怕你爸爸被打死吗 你不怕你祖母臥病在床 跑都不能跑 一个蛋来怎么办 他也不能去黄空洞啊 黄冬洞空气很不好耶 黄冬洞没有通风的那个 就是路口才就是通风的地方啊 黄冬洞附近被打到 那个沙子都泼在 你在里面吃饭上面都配沙子耶 我是抖在黄冬洞长大的啊 各位朋友 所以你知道我们最不希望 战争我们最需要和平啊 台湾很多人不知道啊 有些不知道还在当国安局长啊 他叫蔡明彦啊 讲的天花乱罪 民进党一堆人讲的天花乱罪 王定宇每天 洩漏一堆机密 讲的活灵活现啊 你看 你看惊吓谈不成就是 就是 中国大陆这些代表 要求把我们 这四个海型 送到大陆去受审啊 有吗 人家火热 人家说没有啊 今天 国民党立委 牛席庭说 问管碧莹 有吗 你们 你属下的人在谈判 有这件事情吗 管碧莹不敢讲 王定宇没有啊 他说有些事情哦 传闻哦 可能怎么样怎么样 啊 就呼嚷过去 我只要你回答有或没有 他不敢讲啊 中国大陆会提出这样主张吗 大家想也知道吧 会提出这种主张吗 那过去有没有多次 他为什么没有这种主张 过去我们把人家弄死很多次啊 最多一次是弄死25个人 我们的海型 我们海型把人家闷死在船舱里面 25个人 我们海型有没有被 被倒进大陆受审 没有啊 现在弄死两个人是老百姓 有没有 会吧 大家想这是一个常识吧 可是我要大家来仇中嘛 因为我是民进党的立委嘛 我民进党故意要仇中 仇中到最后就说 哎那两个人本来就应该把他弄死啊 其实我们 我们民进党政府 我们蔡英文政府最后悔的 四个越境的大陆一连 我们只杀了两个 我们应该把那两个一起杀了 民党就是 就是这样的党啊 你杀了人现在还得意洋洋啊 说对方得过错啊 对不对 谁叫你要业界啊 谁叫你要翻船 翻船就自己淹死啊 是不是 各位 你今天看到是一个怎么样的党 畜生的党嘛 是不是 就是一个畜生的党啊 你怎么会变这样呢 人怎么这样呢 没有错啊 今天大家为一个 一年 十个月的小孩子凯开 大家觉得狼狗 它是一条生命 金门海逸那两条 也是人命啊 他的家属不狼狗吗 他们年轻力壮啊 家里的经济支柱啊 他不狼狗吗 都能狼狗啊 任何生命不管他都大都小 我们总是狼狗的吧 生命流逝当然是这样 可是你今天看到了 民党这些人 他们对战争 他们就不怕 反正中国大陆不敢打嘛 对不对 哲伦斯基 二国人根本不会打嘛 前年二月二十四 俄国人就打了 二十三号啊 不会打 欧洲 美国啊 不会打 我们研判的不会打 不会打嘛 就打了 就打了 那时候立法院 有人问王美花 俄乌到底会不会战争 啊不会 不会打 因为俄乌战争影响我们的那个啊 我们跟俄国买 每百分之二十四 跟俄国买的 我们天然气百分之十四 跟俄国人买的 如果他打了仗 那就东西就贵了 会影响我们店家 王美花说不会打 王美花的老公是谁 国安会秘书长 第一号的情报头子 他都不会打啊 啊都打了 各位 你们这些在研判什么 蔡英文的国安团队是很差的 他们就出一张嘴巴 然后讲得活灵活现 春秋战国时代 大家知道 令相如跟连婆 护经请罪的陈宇故事 我刚刚为什么前面就提到陈宇 我告诉你 令相如是文官 行政院长 连婆是大将军 连婆看不起令相如 打仗是我们在打你根本不懂 那令相如处处让着他 连婆的车队经过 令相如跟他的驾驶羊 当然是马车嘛 我们抖到向子里 大将军要够我们就抖 连婆就洋洋得意 你看我公在国家 连宰相都怕我 后来越来越骄傲 后来人家跟他讲说 人家令相如是很有气度的人 你国家将相不合 这个国家怎么打 连婆很羞愧啊 打着赤膊 背着荆棘 然后跑去令相如家 说我过去很莽撞 目中无人 那令相如很感动 赶快起来把他扶起来 说国家就需要我们 要为打仗了 要为筹划 老百姓安居乐业 就有很多丰富的后援 可以支持军队去打仗 保护国家 这个就是将相和 平纪里面叫将相和 臣以叫做护经请罪 那令相如跟连婆的故事 很受欢迎啊 后来连婆 因为他很打仗 可是他国家也不是很强 他是赵国嘛 秦齐楚燕含赵魏 赵国 赵国在比较哪里 在比较河北 现在河北 北京那一边 那时候打 后来 秦国一直 秦国要并六国 一直打过来 他就守住了 因为秦国是很凶悍 很凶悍的 他就守住 后来有人就跟赵王讲 这个有人就是秦国 找人去放谣言 连婆根本不能打仗 叫他打仗 就整个守住 就守住不敢 不敢出来跟我们打 他说 那个人还跟赵王讲 我们最怕的这个人叫赵瓜 赵瓜 赵瓜 很厉害啊 这个青年财经 我们怕他怕得要死 我们最怕赵王找他出来 因为他用兵如神 然后赵王 就慢慢听到这个谣言 有人跟他讲 他还觉得连婆 你不是大将军很会打仗吗 为什么守住不敢打呢 对不对 你在搞什么东西嘛 有魅我大赵的威蜂 各位朋友 这就是那时候的故事 那当然这个故事里面 他有非常多的传奇 可是他也有非常多的生命啊 那我们知道 他的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可能要等下一段 小董再来跟各位讲 这个战国时代最有名的故事 上回来 好 董哥我们在讲故事之前 要先把 先把 董念念完 是 好 董念 非常感谢 阿里克斯 谢谢阿里克斯 给我好看的图 非常感谢 还有温神旺 温神旺 谢谢 温神旺 他说董哥午安要喝水 谢谢 陈文基 这是我们新加坡的好友 陈文基 董哥记得要喝水 要加油 谢谢 还有GinoGino 感谢GinoGino 一张漂亮的图 感谢GinoGino 老朋友 也是不时的 常常的来躲内 还有杨峰 杨峰 他的血音啊 过粒的粒 颜色的色 表示什么 表示绿色 就民进党那些出身 他们代表是绿色 绿色 大家看到了 张梅华 谢谢 他说绿色 这个 各位要用血音去读 杨峰的那个字 的血法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张梅华 还有杨峰 再次绿内 小灯包 国中生 大家可以看凯凯 一件接一件 张克勤 张克勤给我一杯咖啡 非常感谢 克勤 谢谢 马拉克基 叶兰来的好友 谢谢 马拉克基 来了 还有朱镜刚 镜刚 谢谢 他还给我 是 好看的一个图 还有新加坡来的城邦寡人 董哥 不要讲什么神枪手 还要牺牲啊 董哥平安 是 再讲三十年的真心话 是 谢谢 我们 很高兴 有这么多人力挺我们 还有王鸿铺 谢谢 鸿铺 暴躁 他说暴躁 要加油 谢谢 还有大雄 谢谢 大雄我看到了 大雄宝殿了 谢谢 是 还有 丸鸿铺 又来一个熊 真是熊熊都来了 谢谢丸鸿铺 我们的好哥们 还有 是 喜庭珍 谢谢 庭珍 谢谢 非常感谢 敏进洞 被宠坏的小孩 是 好 我们要准备回来啰 全世界有熊吧 那一个小总真心话 当秦国在攻打赵国的时候 那时候令相如年纪大生病 臥病 在床 年婆年纪大了 可是猛将 还是那个 他认为说 我不要去 跟秦国 秦国最凶猛的时候 我先锁住 结果赵王就听了谣言 所以连婆不敢打仗 守住 你看 秦国真正怕人家赵瓜 瓜号的瓜 大家知道瓜号的瓜 赵瓜 的爸爸 也是秦国一个大将军 很会打仗 叫赵奢 奢侈的奢 奢侈的奢怎么写 一个大再一个知乎哲也的哲 然后赵奢 叫出了 将门叫出了胡子吗 他儿子常跟他辩论 你这个应该怎么打 结果爸爸都讲不赢儿子 后来他爸爸要死了之前 把他老妈找过来 很害怕 怎么讲 他老妈怎么讲 我等一下转述给各位听 结果这个谣言 说赵瓜才会打仗 赵瓜才会打仗 连婆不行 赵王也觉得说 你守住太久了嘛 我们应该把秦国把它灭掉 就把连婆把它翻掉 连婆是老将军 那 他被翻掉以后 就翻赵瓜上去 赵瓜就把部队做一个调整 哇 开始 哇 秦国真的看到赵瓜的部队一出来 怕得要死啊 哇 他们就长期指路一直追啊 哇 赵王很高兴 你看哎呀 果然换人是换队了嘛 然后突然有一次 秦国有个部队 就把赵瓜的部队把它切成两半 你知道部队前面 那骑兵很快 跟着步兵 哇 跑得很快啊 大家往前撞 后面是什么 后面再很多粮草什么什么 切断了又 粮草就被切断了 各位 你一个长条的队伍中间被切断了 那粮草就 就被敌人抢走了 你直接跑比较慢了 火乎兵粮草 所以 所以就这样了 哇 赵瓜一看怎么可以 哇 大家就没有士气了 没有东西吃了怎么办 带我 冲锋陷阵 太上帝就被人家 用剑就射死了 赵瓜就射死了 赵瓜要被用的时候 我讲前面的故事啊 脸部被翻 赵瓜要被用的时候 他妈妈 写信给国王 给赵王 不行 你不能 我儿子 我拒绝让你 让我儿子去当大将军 赵王就把他找来啊 你为什么反对 他说我老公 也是你以前的部署赵师啊 那时候就跟我讲 我这个儿子很会讲 他讲了 他说兵者死地 那个兵 作战的兵 士兵的兵 这个都是很凶的事情 他说这个是 一劫就是生死啊 兵的死地 他说我们这个儿子很会讲 将来魅亡我们 赵 我们赵家的 一定是他 为什么 因为以前有连作法 他我老公再三的交代 不能 你不能用我儿子 你用他的话 会把国家给败坏了 赵王说我就爱他 你看他讲了 他讲了我心发路旺 讲的很很有道理啊 怎么攻怎么守 这个 我们 可以打败秦国的 他妈妈说你 国王你既然这样讲了 我没办法 但是我现在跟你约定 将来不能 我现在有言在先 我们家不受千年 没有连作法 将来他出了什么事情 和我们 赵家没有关系 赵王说好 可以啊 那结果呢 结果赵王一失败啊 大家一看 原来是这样 这个人是一个白面书生啊 他只会纸上谈兵啊 各位我刚讲了多少成语 他这故事就这样来了 都会讲啊 民进党现在很多人都很会讲啊 很多人都会 用假的东西去羞辱中国大陆啊 反正 我用假东西来骗你 你也拿我没办法 对不对 侮辱你祖宗八代 你也没办法 反正你不敢打嘛 现在大家都在 都在嘲笑 共产党不敢打嘛 不敢打嘛 对不对 打不赢嘛 美国会来救我们嘛 对不对 现在不是在讲这样吗 我们在台湾 好多人 气势如虎 不得了 大家这么厉害 王定宇这么厉害 王定宇你有两个儿子啊 为什么不让他去当职业金人 帮台湾打仗啊 我讲是不是 民进党有哪一个民意代表 哪一个大官 家里 的家人在当职业金人 你要捍卫国家 最重要 最快捷的一条路就是 去当兵 当职业金人 我到第一线 我到金门 我到小金门 有没有 请告诉我 恕我眼拙啊 我没听过 可我没听过 到底有没有 我知道是没有 因为我也想方设法 但我知道王定宇有两个小孩啊 两个男生 为什么不让他去当兵 你当兵 你在保护国家 你爸爸 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就有风啊 你看我儿子当职业金人 金队我很了解 儿子回来都跟我共享 诶没有啊 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儿子 去当职业金人 各位 那蓝营的民意代表 或者蓝营的一些 很多人都 去当职业金人啊 我看过就很多啊 让自己的小孩去当职业金人 为什么利盈的人没有 每天要喊打喊杀的人 喊打喊杀 如果作战的话 我们是不是先派出我们的精锐部队 年轻部队先去打 那 那为什么打的都是别人的小孩 各位这是最直接的问题啊 你每天喊打喊杀 真的打了以后 为什么是别人的小孩先上战场 不是你的小孩先上战场 各位这就是简单道理啊 我们今天台湾一堆人 在讲漂亮的话 可是 这种漂亮话有用吗 他们在汉瑞民进党的挣钱啊 民进党挣钱除了捞钱还在干嘛 民党执政为捞钱 他有办法做事吗 他讲话文青很漂亮啊 小灯泡 这个社会上有人都破洞 阿姨会 帮你把这些洞补起来 你都卸了来补动啊 补什么洞 你脑袋才有洞啊 投给他的人 脑袋不是装潮就是有破洞啊 大家今天看到这样啊 我讲的东西 简单明了很直接 可是 可是都是真的没有一件小孩 我是真心话嘛 那今天 大家为这么多事情 连一个苏丹红现在没办法解决 我刚讲的也是一样 他想方设法就要推脱 啊这中国大陆卖过来 中国大陆卖过来 那是台商啊 龙海同济 就跟你讲啦 你有查出来吗 没有啊 苏丹红是谁捡几 是老百姓去捡几的呢 今年一夜去捡几的 我们七年五月就查到 今年一夜去捡几的 我们现在三夜了 啊捡几的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还要像陈建仁说 罗秀燕 你怎么没有给台糖15天的时间去申户 那我们再吃15天就是了 是不是 台糖如果再申户 我们就不能起床他 不能才华他嘛 那他就继续卖嘛 是不是这样 各位你的 食品的东西可以说暂缓吗 可以说等那个以后 我们继续吃 到时候再那个吗 为什么我们苏丹红 苏丹红业者已经卖得很开心了 现在查到只剩十几公斤了 他买的上万斤已经都做掉了 好了做掉就是 把它做混合的调味料 已经卖到各处了 各位 这么久了 从我们知道他有问题的时候 已经五六年了 蔡英文执政已经八年了 对不对 大家也知道 当你正在讲十函五凡的时候 他正爽歪歪的在进来啊 在赚很多钱啊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对不对 他们还是民进党的金主啊 习小新 说哪些人拿了他的钱 这些人到目前为止不敢讲话 你应该出来 哎呦你乱讲我我告你 没有啊 没有 为什么 习小新说 啊他就民进党的金主啊 啊那些拿到钱的人 现在不敢讲话了 滚起来啊 是不是 大家看就是这样啊 现在台湾到底有没有人在做事 不只说他是一个看守内阁 看守内阁天天找 在野党吵架 那今天 这些人薪水上在领啊 领薪水人可以不做事吗 当和尚可以一天不壮中吗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台湾变成是个无赚武状态嘛 无政府状态 有啊有政府啊 因为政府正在推脱嘛 政府就是一直卸责嘛 对不对 丢给国民党 丢给国民党执政的地方 好就丢给中国大陆嘛 民党现在就是这样 苏丹宏来自大陆 凯开死在台北市 台北市讲完安 对不对 贡金你看贡金 那些老百姓 宜民换居啊 他们就进入我们的阶线啊 所以 民党政府都很好 都没责任啊 各位你今天看到情况是不是这样 当媒体不再讨论的时候 好像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现在的政府处理态度这样啊 国中生杀了国中生 杀死 媒体没有讨论 啊好像姐姐了 有姐姐吗 没有啊 他的爸爸说写在写完 杀人偿命 连爸爸都这么分开 各位 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啊 赞兮兮兮 对不对 董哥记得喝水 然后我们要把剩下的斗内念完 刚刚念到许婷真 是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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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斗内 好佳兰 谢谢佳兰 民党的官 反正开战 哈哈 跑了就没事了 没有错 洪家伍 谢佳 听董哥谈历史 谢谢 非常感谢 然后林佳兰 再次斗内 感谢 没有错啊 蔡阿姨的社会安全网 蔡阿姨的社会安全网 如报如大康 谢谢 谢谢 谢谢佳兰 谢谢 好